好 台中市有一名男大生去年9月骑机车追撞9架车辆 身受重伤 但是赵氏驾驶在当时是疑似趁乱逃逸 更让家属气愤的是警方追查8个多月了 居然还查不到赵氏驾驶的身份 男大学生骑机车追撞9架的自小客车当场倒地 痛苦哀嚎 他的父亲赶到现场 闻到赵氏车辆上的三名男子浑身酒味 后来才知道车上另外有两名男子趁乱先开溜 没想到原警到场之后 突然有一名妇人从对街走过来承认开车 原警竟然也接受他的说法 监视器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们车上的人一下车以后 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找人来抵替 家属表示到了派出所之后 三名男子当中绰号阿福的人又溜了 陆续到完的车上相关人等居然口径已知的表示 车子是阿福开的 喝酒刚认识也不知道他的本名 过了8个多月了 所以我觉得这警方的人情也未免太久了吧 警方后来根据监视器画面才发现阿福是驾驶人 于是依照卫造文书和过失伤害等罪嫌将本案移送 不过至今过了8个月 阿福还是没有到案 家属痛批 有证人和监视器的画面竟然还抓不到人 实在太离谱 不过去 谢谢大家